大家好,又是我RedChick 在Python羽貓的頻道 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要來Python303 講API 或者大家可能會聽過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在同一個社交 所以我將這件東西放在封面 如果我想在網站的伺服器裡的資料 我們就要透過API 然後我教Python 然後教API和Python 如何去應用 或是教了Python 如何去應用API 你可能聽了我講話 也不知道 或者我應該要給你一些例子 但是API其實是什麼呢? 它就是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應用程式介面 當然也不知道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找到一張圖很好的 你看一下 在這個網址上 就是你的電腦 手機也可以 iPad也可以 用GET、POST等這些方法 我稍後會再講 透過這個介面 API 通常是有網站 那樣的 然後呢 它就是透過這個介面 在後面的Database 後面的數據庫 幫你處理一些東西 然後再傳回一些東西給你 總之就是電腦 經過API 去Database Database Database 經過API 去到你的電腦裡 對 這樣可能也有點抽中 不過呢 大家看早一些例子 還有今天 我看了我們今天的Demo 我相信大家有少少知識 但是呢 我會錄幾段影片 關於API的 但是 都用多些例子 試一下用的時候 就知道我什麼 好了 其實有什麼例子呢? 舉例 我們可以透過API 例如 看我的天明台 晚上自動 有些未來的天氣預報 例如看Yahoo Finance 還有一些股市資料 甚至你 在ESPN的網上 都會有API的介面 讓你可以 走進一些即時的體育賽果 即是你要看的時候 不用去到網站 這個對普通人來說 一定很有用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開發一些程式 要拿一些資料 或者開發一些APP 要拿一些資料的時候 就很有用 因為你在一個APP裡 端端又會去到網站的版面 對 就要透過API去做這些資料 那拿到我們 直接想要的資料 今天呢 我們的例子 就是會用NASA未來的太空總署 的API來做 例如Google 你等NASA API NASA API 就會出到這個了 對 有很多東西要看的 但是呢 科學性 有很漂亮的天文部 我們可以用KID來的 這個很方便的 你譬如進去吧 它就說 Generate API Key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網站 你就要登記了名字 給你一個Key 你才知道 他怕它會問得太重了 對 那我們就 打進去吧 我已經登記了 再打一次 但是大家去Sign的時候 之後呢 接著的版面 就會告訴你 你知道你的 Develop Key 是什麼了 好了 API 我遮住了我的電郵地址 接著 那 基本的API 叫Key 那些 Api 那些 公開的資料呢 那 就或者 那些 未必有很多問題 但是你 有時候 你付錢才拿到的API 資料 那些 那你應該是補充的 所以最好就是填在自己的頁面 接著就是講講我們用Fiber的程式 怎樣要取得這些 API 資料 很簡單的,其實是五行曲 最簡單的就是五行曲 就已經取得到了 我們先去到Spider 的樣子 首先就是 import Request Sleep Library 然後用GET這個方法 打回NASA 的網址 你看到API 的話 我會告訴你哪個網址去取得API 資料 接著我把GET的方法 變成一個 放在一個 Variable 放在一個 鍵上 叫Response 接著我刷入Response 出來的時候 它不是我們下載了出來 要Week 的資料 它是告訴你 究竟那個 server 就是你和API 聯絡的 那個網站 究竟收不收到你的資料 是的 200代表什麼呢 你可以去Wikipedia那裏 HTTP Status Quote 它就會告訴你其實是什麼 我們先看看Wikipedia 這幫中文版本 其實總體來說 如果它回來的數字是200到400 200到300 其實都是OK的 即是代表它收到你的資料 是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如果它那個server 甚至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 那你就其實拿不到資料 是的 200代表成功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下去 400 有時候你有些網站 你以為在這裏 然後在網址打了之後 然後它是404 那裏 就是這裏 403 403 就是那裏 我們可以 我不會逐個講 我可以選擇 好 然後我們先去Google page 就是 對了 你看一下 我們就用JSON 括弧這個方法 去拿這個Data 去interpret 我們不一定要叫Data 叫其他東西 叫Cat、Doc、ABC 都可以的 不過方便大家 知道這塊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就叫Data 你看到Data 下面就是這塊東西 你有沒有留意 括號是什麼 其實這個output 這個輸出呢 它這個1-1-8 它好就是一個 Python 是什麼Dictionary 既然我們知道 它的Dictionary 你又有一個 Key 譬如Data Explanation 這些Key 然後又有母號 自自然而 我們就可以找到它的Value 出來 我們今天的例子 就是拿它 回到這個資料的URL 是YouTube Video 來的 其實是地球的影像 它用衛星拍出來的 我們在網路搜尋 開出來看 好 我們去到Spider 看看實際上 確定是什麼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版本 就是有那個API的Code 還有一個Query 那幾個Parameters 就是Data Header HD 然後就是API Key 通常它的API 就會有一個文件 告訴你 你知道怎樣使用 最底的 我描述這部分 就是 拿了一個URL之後 然後 在一個 在IE 也好 Edge 也好 即是你那個 Default Browser 會開出來 我告訴你 你以後用URL 即是你以後 你可能拿到 Explanation 資料 都可以 我們有另外一些影片 講一些比較複雜的API 好了 看看 曲 你會看到 等於 等於 等等 不過呢 我也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不用 Headers 不過 你就 變成了 你不可以說 它知道你想拿 今天 或者哪一天 即是你決定 你制止 衛星圖 我們回到NASA 那個API網站 你看回 它這裏 其實這裏 這裏 其實是例子 每個網站的API 可能也有些不同 它就說 query parameters 是什麼 有API網子 你可以回去 研究一下 究竟它 有些什麼不同的API 我們可以實驗一下 究竟 如何取得它的資料 好 好了 我們先去分析 確定 剛才提到的 Headers 我們可以透過Headers 給它一些query 簡單一點 這個版本 等真 就是這樣 連API key 我都不需要 它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 網址不同了 API underscore key 就等於demo key 接著就不用Headers 接著就不用Headers 那我就把這些 Python的Code 放在 nars underscore simple un underscore demo 的py 在gifhub上面 對 好 那 那 接著呢 大家看看 拿了個 response print response 用JSON 的方法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都是用JSON 的方法 取得 data 再看一次 曲 下面粉紅色的 就是 剛才有說過 幫大家 去 打開 Web Browser 去URL 那裡 但是 留意 我將URL 記得它是Dictionary 我可以用URL 就是用Key 然後用Value 就是它的網址 然後把它放在 webbrowser.open 大家看到嗎 if text in data if txt in data 然後第四項 webbrowser.open 所以你要看 上面的Library 就是 input webbrowser 不是input request 然後 我們將Data Data 是它的Dictionary 然後 txt 是它的Key 就拿了Value 然後 webbrowser.open 就會 自動 開啟 它的網址 究竟你開啟 Chrome Safari Microsoft Edge 最好就是看看你的電腦 設定的Defat 軸 好 你看看 剛才開啟了Python 之後 它就去了這段 影片 剛才 記不記得它的URL 是一個 Youtube 來的 對了 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幾項角就可以了 大家再快點看 那個圖 另外有一個網站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叫Rapid API 裡面 就有很多不同的API 給大家使用 有收錢 又不收錢 那 對了 你看看 比如有 Finance Stock Market資料 天氣 或者e-commerce 的資料 都可以裡面找到的 我們也會做多幾條影片 是教大家API 如何使用 譬如我按其中一個 OpenWeather Map 你看到這個 它真的有一個 鍵 給大家用 然後 它在右邊 就會介紹 怎樣寫 一個 去取取API的資料 對了 基本上 每個API 都大約是這樣 現在另外一個 很快的 本地的API 就是譬如香港政府的 Data.gov.hk 亦都有一些資料 可以用API去取得 譬如我們一按下去 就是天氣 轉一轉 中文 譬如有 來近九日天氣預報 你看到它有 JSON JSON SS 以及 應用 程式介面 說明書 為何你要知道 這個詞 就是要看中文 應用程式介面 說明書 你按下 PDF 便會教大家 如何使用 我們亦都有另外一個 影片 說 如何使用 香港政府 天文台 的API 先說 今天的影片已經很長 所以 今天 所有的Python 都可以在 Gifhook 這個網址 拿到 希望大家 下載 試試玩 更熟悉 API 是什麼 我是Redjack 大家的 Python 導師 我們下次的API 影片再見 拜拜